通过音乐的方式引导大家竟然画出了一幅画 那么老师如何锻炼他们的语言表达呢 大家好,欢迎来到Jesse的小宇宙 我是Jesse,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美国公立学校二年级 第十四十五十六周学习的内容 在这三周期间跨越了一个感恩节 感恩节是和圣诞节一样 在美国最重要的节日 还记得我在第八周的时候 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了美国的重要节日 其中就包括了感恩节 如果大家想要复习一下美国的重要节日 请点击我上面的链接进行补课哦 这三周的第一个重点就是渲染节日的气氛 帮助学生们思考什么是感恩节 以及感恩节和自己的关系 首先老师带着大家学习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名字就叫做感恩节的晚餐 感恩节是家人们相聚的日子 而感恩节的晚餐 也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这篇文章就讲了 感恩节的晚餐当中发生了一些有趣的故事 这是一个故事是属于fiction的文章 之后老师又给大家看了第二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farm life 讲述了几种生活在农场的动物 那么这篇文章是属于一个说明文 通过这两篇文章的对比 学生们清楚什么是头脑中想象出来的故事 那么就是继续文要怎么写 另外说明文要怎么写 接着他们又学了一个故事 名字叫做turken runt 在这个有趣的故事当中 提到了火鸡turkey 通过这则故事 学生们还学习了一些非常有趣的词汇 比如说maniac 比如说graceful deserved feasted worked 以这个故事为背景 老师和学生们一起做了一个小游戏 要求学生找出其中的形容词有哪些 副词有哪些 学习这样一个故事的目的 不仅仅是因为它和感恩节有关系 老师还想通过这则故事教授学生 怎么才能把文章写得更好看呢 那就是要加入到形容词和副词 在第15周 老师给每个同学发了一个这样一个表格 要求学生回答一些问题 比如说问题里面的第二个 你觉得什么东西你非常的感恩 因为它会使你微笑 Lily的回答就是my family 我的家庭 再比如说第六题 what person are you thankful for 你很感激很感恩什么样的人呢 Lily的回答是我的爸爸妈妈和我的妹妹和弟弟 这些问题是发散性的 你可以通过这些问题来思考感恩节和你自己的关系 然后他们又做了一个小游戏 这个小游戏非常有趣 就是在班级里面大家一起找出这些单词 看谁找得快 Lily说大家都很喜欢这个游戏 班级的气氛非常好 这还没有结束 老师还有另外一个小游戏给他们 更疯狂 this is called Thanksgiving Mad Liz Oh So there's a space and then I have to like choose a word So I'll read it for you Thanksgiving is my favorite time of year It's the time where family and so it's a plural noun And I answered turkeys come together to celebrate being thankful My favorite tradition is waking up early to watch all the floats in the Thanksgiving day A noun So McDonald's Hmm Then my family comes over and we roller And there's a verb and I said roller skating A game and then a noun Apple On the front lawn Next we come inside to have a warm adjective Wet meal I love putting hot gravy on the noun Eat dog My mom cooks every year I always help to make the mashed plural noun roosters Everybody loves them Finally we sit by the fireplace Settle by the fireplace to say what we're adjective hungry for What a wonderful day 第二个重点 词汇学习 因为这几周的故事当中学习到了一些非常难的词汇 老师害怕学生们记不住这些词汇 所以要求学生把每一个词的定义把它画下来 加深他们的印象 然后再把它们的意义贴到旁边 也就是把它剪下来贴在相应的位置 我注意到这里有一个词非常的有趣 叫做ballooning 如果你正在看我的视频 你知道这个词的意思吗 或者你可以考一下你的小孩 看看他知不知道这个词的意思 你看美国老师的教学很侧重于孩子理解这个词的意思 所以他们通过不断的把它的定义找出来 贴到相应的位置上 这个方法来加深孩子们对于这个词汇的理解 然后孩子们被要求要画火鸡和农场 这个不是美术课 是语文课上面要做的事情 第三 音乐课 老师通过音乐的方式引导大家竟然画出了一幅画 叫做炖南瓜汤 这个是pumpkin stew pot 我们在music class学的 所以有个book我们会read 然后呢老师会唱 pumpkin stew pumpkin stew what shall we put in the pumpkin stew 然后我们也唱了 然后呢 after that 我们有时间我们就color 我们color的是一个 stew 我放了pumpk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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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t musical notes as pepper and a treble clef 然后呢这个小子在stir it all up 就是fire 是音乐课还是画画课 是音乐课 音乐课有的时候也会有一点点画画 第四 说明文写作小考试 在这三周期间 他们反复的练习了说明文 并且老师讲解了说明文的写作方法 那么他们进行了考试 这是莉莉写的 如何堆雪人 写完之后呢 老师还要求学生们 把你要写的东西画下来 像一个说明书一样的 把它画下来 写作考试的评分标准如下 一 标题是否紧贴主题 是否用到了大写字母 标点符号是否正确 全文是否紧贴主题 有没有跑题的现象呢 文章的结构是否清晰有条理 单词之间是否有空格 单词的拼写是否基本正确 说到单词的拼写 我很想要讲一下 老师非常鼓励孩子们 用自己不熟悉的词汇 来表达他们的意思 可能这个词汇 他知道怎么说 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写 这没有关系 因为他们学过fanatic 他们通过发音 可以大致的把这个单词写下来 可能拼写的不是百分之百的准确 但是老师可以知道 他们要写的是什么词 你看这里丽丽想写的是accessory 但是他通过拼写 把accessory写出来了 但是这个词并不是完全的正确 老师帮他改出来accessory的正确拼写 这并不影响他的得分 因为老师鼓励孩子们 大胆的去尝试用到新的词汇 因为他只要犯过一次错误 他知道他写错了 下次他就会记住这个词 这也会拓宽他们的词汇量 5.阅读考试 在这三周期间 孩子们进行了一个阅读考试 也就是在30分钟内 他们要阅读6篇文章 阅读的压力还是蛮大的 你看 一共有6篇文章 正反面斗人 第六个重点 语言表达能力训练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大部分的美国小孩子 或者是大人 他们非常善于表达自己 站在台上就可以侃侃而谈 这源于他们从小的锻炼 那么老师如何锻炼 他们的语言表达呢 你看 这个是他的语文课 并不是他的美术课 老师给大家一个主题 比如说这个主题是朋友 画出你的朋友 然后你又站在台上面 把你画的内容讲给大家听 再比如说这幅画 这幅画就要讲出 这幅画的是什么 原来是一个圣诞节当中 发礼物的小精灵 那小精灵 为什么要戴这个帽子 在什么样一个场景 后面有什么 这都需要孩子们把它讲出来 孩子们都希望自己画的画 被大家认可 所以他们会尽可能的 详细地阐述自己画的到底是什么 再来看一幅画 这幅画很厉害哦 虽然画的没有那么漂亮 但是这个小孩的思想 就可以很好地表达出来 你看 他画的是Chinatown 然后这还有一个阴阳 然后这个还有小女孩穿的衣服 是这种盘扣 看到吗 哦还有这个 莉莉跟我介绍说 这是Cherry Blossom 是桃花 樱花 重点七 感恩节来了 老师给每一个学生发一张大大的白纸 然后呢 就给他们发了一张说明书 要求你按照说明 一步一步地完成这个作品 首先 在农场上面画一只火鸡 然后把它的羽毛涂成彩色的 第三 在火鸡的头上戴一个橘色的小帽子 第四 给他戴一副大大的眼镜 第五 让他的翅膀下面夹着一本书 第六 给火鸡穿上红色的靴子 第七 画上两个baby turkey 让它围绕在大火鸡旁边 第八 给农场加上围栏 第九 在远处画一个农场的房子 farm house 第十 画一棵树 不要忘记给这棵树添上彩色的叶子哦 第十一 在树下画一棵南瓜 并且把它涂成橘色 第十二 把你的画作涂满颜色 最后一项 在你画作的上方写上 we are thankful for our education 我们很感谢我们的教育 就这样 孩子们完成他们的感恩节画作 在这三周期间 他们还做了一些非常有趣的小手工 上个星期我已经给大家展示过了一些 这次他们又做了一个印第安人的小船 以上就是美国公立学校二年级第十四十五十六周学习的内容 其中跨越了一个感恩节 很多内容也跟感恩节有关系 大家是否都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感恩节呢 圣诞节马上就要来临了 希望大家圣诞快乐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请帮我点赞订阅并分享 也欢迎大家提出宝贵意见帮助我成长 这里是Jesse and Lily的小宇宙 我们下次见 Bye 如果你还没有点赞请帮我点赞点赞哦 点赞对我很重要 感谢了